另一组记者乘坐2270次普快列车 体验了从广州到武昌的春运之旅 早上7点53分 2270次普快从广州火车站出发了 乘客大多是在广东物工的 湖南湖北的民工 在车厢的走道和连接处 不是堆满了行李 就是占满了旅客 列车员告诉记者 列车上共有1600多名旅客 每个硬座车厢 基本上都超远50%以上 尽管每次到站停车时 可以开门流通一下空气 但只由于车厢里人员密度太大 再加上有个别旅客 在车厢里随意吸烟 整个车厢的空气流通很差 十分的闷热 记者看到 列车员不但要在30多个京庭站 服务旅客上下车 还要不停地往返车厢 清扫垃圾安顿行李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餐车上的卫生状况就好多了 呼吸也畅快多了 虽然正是晚饭时间 但是到餐车上吃饭的人却并不多 餐车师傅告诉记者 车上的旅客以民工为主 大都舍不得来餐车买饭吃 记者发现 不少乘客都是自带面包 方便面做晚饭 但要打到热水又成了难题 现在是每三个 剩下一个 只能到这个柴楼水来打水 人少的话我们就送过去了 现在就没办法送 实际没办法 我们那边前面 前面那边也是那个 也是都喝不上水 面对归心思见的打工者来说 车上的脊和泪 相对于一年的劳累 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因为马上就能看到家人 吃到家乡饭了 回家过年 全家团聚 对他们来说 才是最大的幸福 今天早晨7点08分 交通部救劳指挥值班士 接到紧急求救报告 中山普陀 力达海员公司所属的 力达州18轮 满载2000吨柴油 在旅顺北的57海里处 机舱起火 15名船员弃船逃生 交通部救劳局 立即派出两架 救助直升机和救助船舶 快速赶往现场 经过4个小时的救援 已将三名 生命垂危的遇险船员救起 其他船员也被过往的船只救起 目前救助船 德祥伦已经赶到现场 对失火船舶进行灭火 来看其他消息 今天上午 卫生部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 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发布了 他们最近在广东进行的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病原学调查的进展情况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 环境检测和动物溯源等方法 专家组对广东出现的 两个非典疑似病例 以及去年出现的 确诊病例的生活环境 野生动物市场 进行了了解和现场采样 并进行了实验室检测 在第二个疑似病例 曾工作过的餐馆 饲养果子里的笼子上 提取的残留物质 经PCR检测呈阳性 存在非典冠状病毒 从动物市场的 两次检验结果来看 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 但有一部分证据也证明 这些环境中 有存在非典冠状病毒的可能 随后 广东省卫生厅通报了 去年12月以来 非典确诊病例 和疑似病例的相关情况 去的2003年 仅通过这两家移动运营商 发送的短信 就超过2200亿条 这个数字 在2001年仅为191条 在2002年为900亿条 春节临近 中国消费者协会 提醒广大消费者 为了能安全祥和地度过春节 消费者要做到三大注意 一是春节期间 外出 旅游 住宿 聚餐 或是到景点区游玩时 应保留相关消费票据 为事后维权提供证据 二是要注意人身安全 消费者尤其不要购买 违法商贩销售的 安全性能 没有保障的鞭炮和烟花 三是要冷静对待 商场促销 消费者 网会是中央电视台 在年三尘 赋兴给广大电视观众的 三台网会之一 今年网会主观者 着力将这台网会 打造成一台 充满青春活力气息的 时尚购物网会 制作完成的购物网会 共分为 我的祖国 故乡的云 爱的奉献等五大乐章 表达了与祖国同庆 与百姓同喜 与时代共鸣的良好愿望 与往届购物网会所不同的是 今年购物网会 没有主持人传唱 各商节之间 节目之间 通过音乐内在的逻辑形式 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仅限出网会 明快紧凑的节奏 和高雅大气的风格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节目中 36首经典离去 在宋总英 李宗盛 江玉衡等 60多位观众喜爱的歌手 和300多名舞蹈演员的演艺下 显得气势辉红 增加了整台晚会的 艺术性和观赏性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